所以台風行程的區域 我們知道說就是在正熱帶符合帶 特別是在季風潮附近 然後會影響到臺灣 然後還有其他的 這個是南半球的情況 還有就是主要就是 你可以看到幾乎就是熱帶 熱帶的陽面生成 然後往北移動 然後影響到它的 控制到它的這個系統 我們叫做石油廠 待會我會跟大家介紹 好那這個就是 暖海洋 為什麼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剛才看到說 為什麼是在西北太平洋 會比較明顯 那東太平洋就沒有這麼明顯 主要是因為海溫 那海溫的話呢 我們剛才就講到說 因為這邊是吹東南風 這邊是吹東北風 所以在赤島上主要就是東風 那主要是東風的話 它會把這個海水 一路就往東邊 往西邊帶 所以西邊的話 會有比較深厚的海水 而且比較是暖 那為什麼說 往那邊帶都會比較暖 因為你知道說也是一樣的 高低壓雷的一個情況 你這邊的水 來到這邊的話呢 來到東邊 來到西邊的話 那個東邊的水 所以必須要從底層 從海底 往上 往上湧升 那湧升上來的水呢 當然是沒有時候 那個太陽的照射 就會比較冷 那西邊的話呢 就一路照著一個 一路照著一個 赤道過來 它就非常的暖 就集聚在西北太平洋這邊 那所以呢 在大氣上的話 我們叫做這種橫向的環流 叫做Walker環流 那所以在台灣這附近呢 或者是在南亞這附近呢 我們這邊就很容易有這樣子的一個隊友 那這個的話 我剛才有講到說 在季風潮裡面呢 就是我們的幾個例子 這是在莫拉克那一年 就是2009年的時候 在莫拉克同時的期間呢 有艾陶、柯米的生成 你可以知道說 這邊就是一個季風潮 那今年的話 季風潮特別的 特別的旺盛 那所以呢 我們就看 在蘇拉台風的時候 也同樣是三個 這是蘇拉台風 他在他的東邊先生成一個丹瑞 然後丹瑞受到太平洋負高的影響呢 他就往北 然後他往北了之後 在他的東南邊再生成一個海溫 因為這就是這一個整個環境 都很容易生成 所以在同時間 他就可能一次就有三個台風 那這是啟德台風 那右邊這個呢 它是一個是蘭比亞 它沒有被命名 因為後來它沒有發展得很忙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同時兩個這樣子一個比較強的隊友 那這是天秤跟布拉丸 那也是一樣 天秤生成了之後 布拉丸比較晚形成 那布拉丸一旦形成的時候 那它就非常的大 待會兒也會來討論一下 這個雙臺的效益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像我們知道說 在季風潮裡面 這種颱風很容易生成 所以呢 也會有互相影響的情況 好那我接下來最後一個就是要講 颱風的結構 那颱風的結構的話 我們就是看微星云圖 我們就常常看氣象局 大家就上微星云圖看就是看云圖 你就知道說颱風到哪裡了 那如果你看到野的話 你就說這颱風很強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我待會兒會來跟大家解釋 那現在呢 我們在過去在做防災害的時候 我們會很重視的就是 颱風在哪裡登陸 颱風是幾級的 它是強烈的 中度的或者是輕度的颱風 我們會覺得說 很強烈的颱風 它就會造成比較大的災難 那輕度的颱風就好像 我們就可以掉以輕心 那事實上我們知道說 真正影響到特別是我們的水族保持 或者是這個圖適合的話 主要是跟它的降雨有關 那它的 我沒看到說它登陸的位置呢 事實上它 雖然它在台灣的東北都有登陸 可是你可以看到它影響的範圍 是這麼大的 好 那我們來講到台風結構之前 會講到幾個 就是它自己本身的一個對流 那這是從可見光魚圖去看的 可見光魚圖你比較能夠看到它的 從陰影去看到說 這裡是一個發展比較旺盛的隊流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有一些陰影區這樣子的一個隊流 所以它台風 它並不是一個很均勻的 均勻的一個一個以待 它在這個以待在它中間 還會有一些比較強的一個隊流 那這是蘇拉台風 起的台風 你可以看到說它起的台風 它中心的很均勻 但是它的外圍 有很強烈的這樣一個隊流 像一包一包的 像起枕子一樣 那傑拉華的話 它的隊流沒有像這種這麼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 有這樣一顆的隊流 而且它的颱風也非常的深 那為什麼會有颱風也呢 那主要就是說 當你的這個颱風 就是當我們剛才講說 大尺度的環境 跟你的一個符合 那你符合的時候 你就會有強烈的上升 當你這個上升 成為一個很組織性的上升 就是它非常持續的 它時間持續 它的尺度也是持續的 不斷的有這樣上升 而且它是強烈的上升的時候 你從外面來的空氣補充裡面 是不夠的 它就會有一些所謂的 補償性的下衝流 它就必須要從 你這樣子一上去 它中間就必須要有東西來補償 要不然它就簡直 就像真空的一樣 就像我們在玩水桶的話 如果你這樣子一個轉一轉 中間就變成一個 像真空的一個情況 因為它必須要有 從上面往下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補償性下衝流 那這張圖 我稍微跟大家講 這張圖並不是很很正確 因為通常我們在中間 中間的這個對流它會比較高 旁邊的對流 它會受到中間對流的移植 它會稍微比較暗一點 那我們如果看平面的話呢 平面的話你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這是颱風眼 颱風眼可以看到中間的 就是比較靠近中間的對流 它一般就是比較強的對流 就是雷達回波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遠強的雨帶 它會有一些粉紅色、紅色 就是比較強的一個情況 然後它在往外面的話 就是我們叫螺旋雨帶 因為它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 像天螺一樣 這樣子的一個旋進來的螺旋雨帶 它造成這種降雨的話 除了這個螺旋雨帶 經過的地方或者是 偏向雨帶經過的地方 它會降雨之外 在台灣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地形的雨帶 地形的雨帶 它是跟這些螺旋雨帶 延長雨帶不一樣的 就是它可能會持續的時間 相當的長 因為你只要不斷的是 有風這樣追進來的話 那它在地形上面 它就會不斷的會被沮生 我們在講到它的結構的時候 這是不同的颱風 我們在講的時候 我們不是只是看說 颱風是強烈的颱風 多度的颱風 或者是輕度的颱風 而是我們要看它的 雨帶的這個結構 那這次不同的颱風 真的是恶果 立起馬淘汁跟大力 那這樣子的一個颱風 我們可以看到說 你光是看圖 你就會發現說 它們的大小是不太一樣 你可以看 它立起馬後面 脫了這麼長的尾巴 然後淘汁 它長得好像蠻小的 那這樣子 這樣子不同的颱風 它進到陸地 它會造成同樣的理想嗎 當然是顯而易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的這個視像線 做一個環狀平均 它這是颱風的中心 那這是它的半徑 那這是它的毀波水時間的變化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賀國台風 它的影響的半徑 大概有3,300公里 那立起馬的話 大概是200多公里 跟大力差不多200多公里 那陶汁它的影響的範圍 它原來是非常的小 但是它碰到地形之後 它就有一些地形的降雨 然後它就變得差不多 大概100公里左右 我們會想到說 你可以看到說 陶汁它的影響的範圍 是非常的小 但是我也知道說 它造成的很明顯的突出 就是它只要它移京的地方 它就會造成很local的 強烈的降雨 那所以呢 我們再像這種比較小的台風 我可能需要非常注意的是 它的登陸的地點 那它會怎麼樣移行 那它附近的風會怎麼吹 那它地形上面 或這主要就是地形上面 你有不斷的進來的風 造成的這個地形上面的降雨 那可是像這個賀國 賀國的話 那裡面它的範圍相當的大 但是裡面它比較扎實的結構 還是在延長附近 所以它雖然是這麼大 但是它外面的降雨 也不是都非常明顯 反倒是這個立騎馬 立騎馬它的中心非常的強 而且它的外圍也不握 而且它平常的範圍 可以到200公里左右 都是滿長的一個降雨 可是立騎馬其實不是強烈太高 我平常它那個中度太高 那那立也是一樣 那所以我們像我的老師就會稱為這種 這種颱風叫做五颱風 那如果是強烈颱風的話 它跟風有關的叫風颱風 那我們如果把它做一個剖面 做一個時間的平均 然後做一個這樣的剖面 那就像這個是陶汁颱風 陶汁颱風的話 它的降雨的強度非常的集中 就是集中在野區 那它離開野區之後 它就迅速的 它的強度它就 這個是回波的強度 它迅速的減弱 那陰糖的範圍大概就100公里左右 那那立的話 就是一個非常的反向的一個典型的例子 它的最大的一個回波 甚至沒有陶汁那麼長 但是它的外圍的回波 一直都持續的相當的強 所以它的降雨 如果我們把30ppd以上 當成是有比較明顯的降雨的話 它的降雨的範圍 可以一到達130公里左右 那接下來我們在最後 已經滿後面了 接下來我們都要講說 那影響到颱風的幾個因素 一個就是它的引導氣流 就是颱風到底往哪裡去 颱風往哪裡去的話 主要有幾個引導氣流 就是陸地上面的高壓 就是南亞高壓 然後還有這個負熱帶高壓 我們剛才講到負熱帶高壓 是主要是因為赤島上面的上升 然後到了負熱帶成這樣所造成的 所以它是一個尺度非常大的高壓 主要的排波都是嚴正它來 嚴正它來行進的 那這個南亞高壓 我們剛才也有講到說 因為青島高壓上面被加熱之後 它的高遠的地方 它的比較高處的地方 它其實是一個高壓 低處是一個低壓的這種情況 可是如果說 颱風剛好是在這兩個高壓的中間 它就不曉得它往哪裡去 因為這邊的始流 這邊的引導氣流降臨往北 這邊的引導氣流降臨往南 然後這樣這種情況 就很不容易去預報說 它要怎麼走 它常常像我們今年 有好幾個颱風 它都是幾乎就是在原地打轉的一個情況 那這些還有一個就是 它的北方的這個低氣壓 這個橋線如果突破的話 有機會可以把它往上帶 這邊在這個情況是 它比較還比較遠 它都不太容易往上帶 那今年颱風的情況 它有一個就是說 這邊有好幾個 這邊有好幾個颱風 那右邊那個 東邊那個比較容易受高氣壓的影響 它就很快的往 我們就知道說 像今年的蘇拉 它東邊那個颱風很快就上去 天秤也是 布朗灣很快就上去 那所以 可是它本身呢 卻是在原地打轉的情況 就是因為今年是在這個 季風草的裡面 它的水流不明顯所造成的 那好 那我們有時候颱風 在經過 有時候它會突然的就增強 為什麼會突然增強 我們就講 這跟高層的冷清低壓有關 那我先不講它是怎麼樣形成的 有時候高層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很冷的一個低壓 那它這個 我們讓它低壓的話呢 它就會讓旁邊的 旁邊的空氣 往它 往它那邊 符合 那如果說 它是在熱帶低氣壓的附近的話呢 它就會幫助熱帶低氣壓 它的 它的 所以這種情況發生在日本 發生在天秤 今年的天秤颱風呢 它在 它在 它靠近 台風 在 靠近台灣的時候 它突然增強 就是因為它的北邊 有一個冷清低壓 那它會幫助這個 天秤颱風呢 它的 高層可以有一個 比較有利於它的 它的 俗散 但是呢 天秤颱風在經過台灣之後呢 它又 它稍微增強以後呢 它又有減弱 那這個減弱也是跟冷清低壓有關 因為後來那個冷清 這個在這邊的冷清低壓 離它太近了 然後 反而就抑制它的深深 所以這個 我們要講說冷清低壓 不一定是增強它 或者是墊弱它 而是看它的位置 好 最後一個話 我們就有講到 就是秋台 跟雙台 還有西南氣流 那我們什麼叫做秋台呢 就是在 台風呢 在 在 初天的時候呢 剛好就是這個大陸 冷高壓 開始在 開始在增強的時候呢 這個 這個冷風工業呢 開始經過台灣的時候 那冷風工業本身 就是一個東北的氣風 然後呢 它跟這個台風 所造成的這個東南氣風呢 在它的風面附近 造成了一個符合 這種情況 我們叫做 東北氣風共版 或者說像這樣子的一個台風 雖然它沒有影響到 沒有直接影響到台灣 就會造成台灣很大的降雨 然後比如說什麼 像梅基台風 它離台灣非常的遙遠 大概有四百公里 四五百公里左右 可是呢 就因為我們這邊東北氣風 加上它的這個東南 它自己 它自己的東南氣風的這個 東南風的在 在屋面附近的這個符合 造成在地形上面的影響 所以可以講到說 抽台的話呢 大概你需要具備幾個條件 因為就是 東北氣風跟東南氣風的 這種共辦 這種共辦的情況呢 再加上台灣地形本身的影響 然後它在地形的停風 並會造成很明顯的影響 所以不是每一個 不是每一個生存在 秋天的颱風都叫秋台 它必須要有這樣的 什麼這樣的情況 我們才會叫它秋台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講到說 那西南氣流呢 西南氣流事實上 在我們的夏季 我們都是追西南風 自從過了梅雨季之後 我們台灣幾乎 就是都一直追著西南風 那有人講到說 過拉克的颱風 造成這麼大的降雨 是不是跟西南氣流有關 我就拿來講 西南氣流比較明顯的例子 給大家看 就是米都立颱風還有電舞颱風 電舞颱風沒有影響到颱風 可是你可以看到說 它後面的這個西南氣風 它這個西南氣流 是造成它整個的雨帶 甚至可以比颱風本身還要來的大 所以就表示說 它雖然是米都立離開台灣的時候 台灣的降雨才正要開始增強 所以對台灣造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就是這個西南氣流 不是說只要在夏天 有西南風就要西南氣流 而是要有像這樣子的一個降雨才算是 好 最後一段的話 我想到雙台效應 那這個雙台效應的話 這個是巴比倫颱風 這個是馬利亞颱風 那雙台效應的話 我們就 因為今年我們有很多颱風一起發生 所以我就常常會講到說 什麼是雙台效應 通常雙台效應的話 我們也會叫騰原效應 一般就是兩個颱風中間 大概是 他們兩個之間的距離 大約是小於1000公里之後 1000公里之內 他們兩個會有一個彼此吸引影響的 他們會沿著這個執心 他們兩個的執心 來用逆時針打轉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說這個颱風本身 兩個的執心差太多了 比如說天秤跟布拉腕 天秤跟布拉腕 但是他們是不到1000公里 但是如果天秤跟布拉腕 天秤很小 布拉腕很大的話 那影響到比較大的 可能是天秤颱風比較容易受到影響 所以後來天秤颱風有一個往南打轉的一個現象 那像這樣的瑪利亞太多是比較小的 那他就比較容易被巴黎人太多了 往上抬的情況 所以他就很迅速的 他就離開了台灣 他本來就離開台灣